公元643年 唐太宗一代名臣魏征病逝家中 唐太宗亲自吊艳痛哭世生 并亲自撰写碑文 他思念魏征不已 于是对他身边的人说出了那句 流传千古的名言 福以同为境可以正一观 以古为境可以知星体 以人为境可以明得失 朕长保此三境以防己过 谨魏征除世遂亡一境矣 唐太宗把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境子 时刻审视自己以防犯错 事实上唐太宗不但把魏征 当作自己的一面境子 他还把其他很多人也当作境子 不时地提醒自己 那么唐太宗还以谁为境呢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 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旨 谁是席王之境 以人为境 唐太宗旨对这个问题 他也有一番话说 他说我们如果要造自己的相貌 用水做镜就要让这个水停下来 要止水才造的 水如果是动的 你的相貌也跟着是动的 所以要看清相貌 要让水静止下来 要看清自己呢 就要用古代的贤人 贤责 来和自己做对比 所以这里他提出一个 以人为境 第一点就是以古代的贤责 作为自己的参照 作为自己的榜样 那么古代的人那么多 要找谁来做榜样呢 我们看到在《贞观政要》里面 唐太宗以及他的大臣 像魏征这些人 经常提到五个人 他们把他称作恶帝三王 和我们今天称法不一样 我们今天经常讲的是 三皇五帝 姚顺于时代 但唐朝 唐太宗他们提的 讲的是恶帝三王 哪恶帝呢 姚和顺 姚顺 三王那就是下雨 商汤 周文王 那是姚顺雨 到商朝的商汤 周朝的周文王 这样子五个人称为恶帝三王 这里面呢 其实提出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讲到中国的古代文明 我们会讲到我们有悠久的历史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 这一点没错 我们是有悠久的五千年的文明 但是实际上对我们今天 影响最大的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政治传统 社会传统 我们的道德 我们的道德伦理 主要是来自什么时候呢 大家想想 其实呢 影响我们最大的 最主要是来自周 周对我们的影响 为什么来自周呢 为什么不是前面的下 不是前面的商 反而呢 是从姚舜语 姚舜 接下来就是周 这里面呢 我们就不能不提到 中国历史的 这个传统的缔造者 那就是孔子 因为今天传下来的文献 传下来的历史 基本上是孔子整理过的 孔子给我们塑造了一个 远古的黄金时代 而孔子呢 他塑造的这个黄金时代 姚舜 那是远古最美好的时代 姚舜之后要接周文王 因为孔子非常推崇周 推崇周文王 推崇周公 他把周描写成一个 非常好的世界 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政治清明 人民富裕 文化昌盛 把所有的好 都放到周去 所以孔子呢 念念不忘的 就是想见周公 从周公那里获得智慧 到老了 说我好久没梦见周公了 那时候他已经快要死了 孔子给我们制造的这个时代 整理的所有的诗歌 历史文献传下来 我们今天的历史 有文字的历史 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所以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 其实周也是孔子给我们描绘的 远古的黄金时代 我们就想说 孔子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黄金时代 所以很多历史学家批评他 说孔子你是后古伯金 你总是说古代好 古代怎么怎么好 相比之下就我们就 这个时代就不好 所以你是后古伯金 批评他 其实这一点呢 我觉得孔子是非常聪明的人 非常的聪明 孔子给我描绘一个古代 是为了什么呢 你想 孔子在宣传他的政治思想 他的学术 我们想当时候的孔子是什么身份呢 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 你这个教 一个普通的教师 你说了半天的这些学术理论 你并不具有多大的权威性 所以他必须给自己增加一个权威 而这个权威 孔子不是把它放到未来去 他不是说未来怎么怎么好 因为这个未来怎么怎么好 一听人家就知道是你编的 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 所以他就讲 以前怎么怎么好 以前怎么怎么好 是已经存在过的 讲得很古 你们谁也没看见 但是我告诉你 古代确实好 好得不得了 相比之下 是我们今天不好 这就给我们提高一个信心 说我们历史上 我们的祖宗 曾经是这么辉煌的 那我们就应该回到过去 回到我们祖宗那个时代 只要回到那个时代 我们就能够再现辉煌 这就提高我们的信心 同时也给孔子说的所有的学说 增加一个巨大的权威性 这就是孔子创立的这个学说的一个很核心的地方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说后古柏经 而是用古代来规范今天 这个规范呢 我们看他形成的整个儒家的学说 从孔子以后 对中国影响非常的大 孔子讲的这个黄金时代 说到底就是一个圣人的时代 因为有接触的领袖出现 有贤人出现 所以这个时代才会好 我们要回到这个时代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作为一个贤人 我们要成为贤人 特别是皇帝 你一定要改变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贤者 你才能领导这个时代 他就给皇帝 也给社会的所有人 都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 要做一个有道德 有文化的人 这是一个儒家的传统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 儒家讲的政治 讲的是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什么事情 第一步 修身为始 从修身开始 从学会做人 做好人 做高尚的人开始 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缔造者 他提出并完善了儒家学说 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 孔子研究了历代理智 他认为西州的理智最完美 因此他崇拜和赞美周理 一心向往周朝的政治秩序 认为人类最美好的时代 是在西州时期 那是一个出圣人的时代 然而孔子的这套理论 在后来的历史上 也是命运多舛 这一套理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们看到 东汉崩溃以后 那么玄学 清坛 崛起了 玄学和清坛 就是怀疑儒家的这一套学说 因为当时政治的腐败 使得社会的不公正 完全显现出来 大家就觉得说 你儒家这套学说很虚伪 我们不相信 所以有一个大破的时代 可是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 我们就看到 那个时代人在破 但是他破了以后要立什么 你说儒家不行 那什么行 没有东西立起来 是大家都在探索这条路 有的人拼命喝酒 有的人生活放荡 有的人不拘束 有的人说要随性生活 但是这一些行为 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准则吗 能够规范一个社会吗 都不行 反而是在这种乱局中 一整批做政治的人 他就觉得在这种乱事中 靠的就是权力 所以要权力 权力靠什么支撑 靠物质支撑 靠钱支撑 靠人支撑 反而导致了非常猖獎的物欲和权力欲 这变成是一个急功近利的 非常功利的时代 这个功利就对道德进行进一步的冲击 道德可以不要 我们有钱 我们有权就可以了 结果你就看 从东汉崩溃 一直到随朝统一这一段时间 只有西晋非常非常短暂的统一时期 中国长期处在分裂 为什么处在分裂 道理也很简单 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人形统一起来 每个人都急功近利 每个人都在拼拳头的大小 谁都说服不了谁 谁都不能把谁捅起来 所以中国只能是分裂 到了唐 唐太宗跟大臣讨论一个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为什么近代以来的皇帝 他的统治不如古代 为什么不如 这个问题提出来 实际上就表明唐太宗 他想找到这个社会的病根子在哪里 要把这个病根找出来 才能去治它 否则你乱治 那就像前面这些帝王一样 他想用权力 想用金钱去治 把这个社会越治越乱 说明这些要都不对 现在要重新开放 那既然是古代治理的好 这个要方也很清楚 古代凭什么治 又回到孔子的这一套来了 古代是一个黄金时代 古代靠的是道德文治 以德治国 那好 我们回去 所以唐太宗向古人看齐以古为鉴 也是他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宣誓 就是说以前那个急功经历那一套 维权力论那一套 我们不要了 我们告别这个时代 我们要迈向一个以德治国的新时代 这就是他以始为鉴以古为鉴取得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认识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看清楚为什么唐太宗那么努力在转变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皇帝 见贤施旗 向古代的贤者看齐 这是第一个 第一面镜子 第二面镜子呢 以活着的人为鉴 以活着的人为鉴 很不容易做到 因为你以始为鉴 历史上这些人物 大家公认的是伟人 我毫不惭愧地向他学习 除非你狂妄到不知天高地厚 现在不同了 以活着的人为鉴 你要想想唐太宗是什么身份 他是皇帝 活着的人都是他的部下 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官大一级 那就学问就大一级 皇帝最大 怎么能向部下学习呢 更何况要听部下的批评 政治讲的秩序是服从 哪有说皇帝向部下学习的 问题是唐太宗他现在就提出来了 不见得皇帝就是高明的 下面的人很高明 我们要向群众学习 向下面学习 他以身作则 他就开了这个新风 我们看他以人为敬 他以哪些人为敬呢 唐太宗让皇帝为国家的兴亡 承担总的责任 因此对皇帝就有了很高的要求 要正人先正己 这种思想符合中国传统的 儒家政治学说 而君主只有同伟大的人物作比较 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和过失 因此君主身边汇聚什么样的人 就至关重要 唐太宗要以人为敬 那么在他看来 哪些人才符合他敬子的要求呢 他的大臣里面 我们看到像房玄陵 杜鲁悔 王规 魏征 于世南 马周 李靖 李世吉 一大批 贞观年间的重要的大臣 他都想从他们身上学点东西 向朋友学习 向部下学习 这个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 唐太宗不但具有自己很大的勇气 他还有一个儒家的思想在支撑他 孔子对交朋友 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总结 孔子曾经说过 一者三有 隼者三有 有直有量 有多文 一也 有便秘 有善柔 有便宁 损也 孔子说的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呢 对你有帮助的朋友 有三种 对你有损害的朋友 也有三种 哪三种朋友对你有益处呢 正直的朋友 诚信的朋友 知识广博的朋友 你和这三种人交朋友 你终身受益 你终身受益 那些拍马的 拍马逢迎的 表面奉承背后诽谤的 花言巧语的 都顺着你说话的 这些都是对你有损的朋友 你跟这些人 搅在一起 你一辈子都会受害 所以唐太宗 现在要找的 就是要找 孔子说的这种 好朋友 找这三种朋友 我们看到 真观正要第一句 他一直提出一个问题来 他说到 古人说 威尔不辞 颠尔不服 焉用笔下 君臣之意 得不尽忠匡就夫 他就说 大下要倒了 你不去扶住他 那要你这个人干什么呢 要你这个部下干什么呢 所以君臣就是要 团结一心 共同把这个大下 把它俯好建好 他说这个话 后面接着是什么呢 我当皇帝 我有很多决策 我根据我自己的判断 做出来的 可能是错的 你们一定要矩正 这就是 威 你们要胡 不要让我犯错误 不要让我 做出错误的决断 所以要求大家 能够畅所欲言 去指出他的缺点 尽心辅佐他 因为他弘扬这种精神 我们才能看到 在唐太宗身边 团结了一大批 建征之城 忠诚的部下 正因为有了这一批人 才有了贞观之志 我们看他从他的部下身上 他学到了什么呢 一般认为贞观时期 有六个最重要的达成 哪六个 宰相房杜 大家都知道了 有名的贤相 有名的贤相 房玄龄 杜如慧 再有敢于直言批评 唐太宗的魏征王规 还有两位 李静 李世吉 他们呢 是军事上的天才将领 文武双全的一批队伍 这些人我们找几个来看 我们看第一位 房玄龄 房玄龄和杜如慧 这两个名项 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 还真不是太多 为什么不是太多呢 因为他们和唐太宗 有很多重大的决策 最后是密尔不宣 做了很多事情 没有留下痕迹 把所有的功劳 都归到唐太宗身上去了 所以你只能看到 对他们一些描 一些描述性的 判断性的技术 你很难见到 哪些重大的事情 他做了什么 讲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决定 这一点你只能看出 房玄龄呢 这个人是很有品格的人 房玄龄找到唐太宗 也是一个偶然的 是偶然的机会 唐太宗起兵反随 那么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间 房玄龄看 他观察 他觉得唐太宗是个人才 这个人会成事 他自己跑到唐太宗的军门去 到那边要见唐太宗 唐太宗见他了 见他两个人一场谈话 一场谈话下来 唐太宗觉得这果然是个人才 不得了的人才 就这么一席话 唐太宗就重用他 以后就成了唐朝的宰相 这个宰相一当就当了十几年 是历史上有名的 当着常的 善事善终的一位贤相 我们看房玄龄在唐朝打天下的过程中间 他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每打下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很多将军们 赶快一进城 就带着士兵去冲击仓库 去把金银财宝 赶快收罗起来 大家发财了 发战争财 房玄龄每到一个地方 首先就了解这个地方 有什么人才 把这些人才都收容起来 所以唐朝这个干部队伍 很多是房玄龄发现的人才 带出来的 这就看出他整个志向 和一般的人不一样 就唐俗讲到 房玄龄的特点是什么 明达立士 很会处理公务 政务 这些政务他施以文学 不只是一个刀笔力 他能讲道理 把一个国家的行政的这些公文 用文用道德的语言 把它说得有道理 他审定法令 意在宽平 要使得整个国家的政令 对老百姓那是宽大的 是很公平的 强调这个公平 他自己很能干 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品格 不以求备取人 他考察人的时候 不要求每个人都是优点 不要求权责备 所以他不求备 不以己常格物 不拿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 像他那种宰相的人 一定是很能干的 你拿你的能干 去和部下比 那部下都不能干 都不能干 人才就出不来 所以他总是看到别人的能干 从来不拿自己的长处 去和别人比 所以这样子 他就能够发现许多的人才 不管这个人才出身是贵是贱 他通通提上来用 能用的人尽量地收上来用 所以唐太宗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什么 容人 能够容人 能够发现人才 治国最重要的 不是自己怎么能干自己去治 而是你能发现许多能干的人 让能干的人去治 但是要把能干的人发现出来 有一点要有胸怀 没胸怀的人是做不到的 越能干的人越有脾气 你受得了吗 你受不了 能干的人不会跟你走 所以房玄宁呢 给了唐太宗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看唐太宗也是很有胸怀 很能容人的 历史人物不管是贤者还是奸恶 都已经是记忆世界的存在了 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敬 就要有勇气以活着的人为借鉴 让人说话真编实弊 甚至说到痛楚不留情面 这种胸怀和哑量 本身就是非常不易的修炼 在这方面 唐太宗确实堪称模范 唐太宗把他身边的征臣 视为粮食易友 鼓励他们向自己提出批评意见 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房玄陵是太宗的一面镜子 他让太宗有宽大容人的胸怀 而在房玄陵之外 唐太宗还有许多面镜子 我们再看第二个 于世南 唐代讲书法 大家知道的书法家于世南 于世南的哥哥于世姬 在隋阳帝时代 那是一个权势熏天的人 也是人家认为 隋阳帝犯那么大的错误 跟于世姬不把真实的情况 告诉隋阳帝是有关的 所以当隋阳帝被政变要杀 这个于世姬的时候 宇文化级要杀于世姬的时候 于世南是弟弟跑出来 要求替哥哥去死 当时大家就讲到 宇文化级要杀这些大臣的人 在死的面前一个人一个样子 很多人是在那哭着求饶 只有于世南 大家都看到是一个书生 他最有勇气 他跑出来要替哥哥死 所以这一点是唐太宗非常看重他的 非常的忠诚 不怕死 我们再看 做皇帝的人都喜欢这种算命 风水 喜欢这些 做事情很担心 冲了什么 有什么不利 有一次发生了一个问题 天下出现一些灾疫 唐太宗就说 天上出现会心 这是什么妖呢 去问了 于世南是以博学出名 这些他都懂 所以唐太宗问他 这个天象怎么解释 于世南就跟他说了 他说 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这些天象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修德 要做得正 做得好 你做不正 做不好 这个灾难是永远要发生的 所以不要去相信这些 就相信我们自己把政治做好了 是说了 唐太宗挺幸福的 所以于世南去世的时候 唐太宗对他是很痛心 唐太宗称他 他说于世南这个人有五大优点 第一个德行 这个人品格非常高尚 第二中职 第三博学 第四文词 第五书汉 你看把他的整个特点归纳出来 首先是品格高尚 第二是博学多才 唐太宗很喜欢书法 跟于世南学 从这里面 从书法里面 他也学到了很多文化的精髓 我们再看 他以人为鉴的第三位 王规 王规的特点是什么呢 耿直 唐太宗曾经在一室宴会上 展示他身边的美女 有位很漂亮的女孩子 唐太宗跟王规说 说你看 这位美人 这是宗师的一个王 叫做卢江王 卢江王呢 做了很多坏事 后来要造反 被废了 被杀了 那么这个美女呢 是卢江王 看到这女孩子很漂亮 把人家的丈夫给杀了 把这美女抢过来 所以唐太宗就跟王规说 做人不能做这么多坏事 不能去抢人家的老婆 这是不对的 讲完以后 王规正是 正衣冠 非常郑重地跟唐太宗说 他说你觉得 卢江王这么做 对不对 唐太宗说不对 那好 王规跟他说 说这个齐桓宫 去郭这个地方 他问老百姓 说郭为什么会灭亡 这老百姓呢 跟他说 当地的父老跟他说 说郭这个君主呢 他亲近好人 讨厌坏人 所以他灭亡了 秦冠宫听了 这很奇怪 他亲近好人不就对了吗 他远离小人 不也对吗 怎么就灭亡呢 这父老跟他说 他虽然亲近好人 但是呢 他不能用他们 他虽然讨厌小人 但是呢 他不能把他们赶走 结果呢 他身边都是小人 所以他就灭亡了嘛 所以王规要告诉 唐太宗什么意思呢 知错要能改 不是知错 你懂了这个道理 就像郭的君主一样 你懂得要亲近好人 但是你不能用他 等于没有用 所以你既然知道 如江王 抢人家的妻子不对 那现在这个美女 怎么在你身边呢 你就不对了嘛 唐太宗一听 对啊 这种事情 其实是很难去劝谏的 王规就是骨梗 他就敢说 哪怕是你 唐太宗的私生活不好 不端 我也一样指出 要求你改正 所以呢 唐太宗呢 才对王规特别看重 有一次 他就问王规 说满朝文武 各有特长 你有什么特长呢 王规就说了 他说 全心全意去为国 为国家去想事情 办事情 这方面我不如防玄陵 这个不怕使得去劝谏皇上 直言感戒 恨自己的君主 比不上尧顺这样的圣人 希望君主能够文武双全 能够成为一代的伟人 这些地方呢 我呢不如魏征 这个打仗 出降路巷 我不如礼敬 处理公务 把公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我不如温雁博 把一个繁杂的事物 很快地把头绪都找出来 我不如代咒 一个一个比下来 都是我不如 但是 他说 他说到了自己的特点 也是唐太宗非常认可的特点 所以唐太宗对王规说过 说这个朝廷有你在 我就放心了 你总能指出我的缺点 所以我很放心 和王规一起的 我们看到唐太宗的第四个 他以人为贱的人 就是有名的魏征 魏征和王规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唐太宗的人 可是魏征和王规是谁的人呢 李建成的人 是唐太宗哥哥的心服 唐太宗和他哥哥势不两立 魏征和王规一直劝李建成 说这样子内斗不好 你要当断则断 要赶快动手 所以是劝李建成 赶快把唐太宗给除掉 结果李建成呢 优柔寡断 被唐太宗抢了先机 先把他哥哥杀了 这就是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以后 唐太宗把魏征抓过来了 质问他 说你挑拨我们骨肉亲情 你该当何罪 大家都怕 唐太宗要开刀问斩 要杀人 魏征很坦然地说 说你哥哥如果当初听了我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唐太宗一听 好 你确实是个人才 你是条汉子 用 用他 所以魏征跟王规 都是他哥哥的人 或者说当时候想杀他的人 现在唐太宗用 不但是用 还要重用 所以这两个人呢 也对唐太宗呢 非常的感激 尽心尽力 去辅佐唐太宗 所以魏征说过 魏征是恨不得唐太宗 能够和姚舜相比 成为这么一代的伟人 既然想让唐太宗成为一代伟人 他对唐太宗有许许多多的劝谏 这史书记载 他直言劝谏唐太宗的这个表文就有两百多篇 都非常尖锐 不但是上表来劝谏 甚至能当面去和唐太宗争执 朝堂决策的时候 唐太宗做出不好的决策 魏征不依不劳 拼命和唐太宗争 争得唐太宗是脸都下不去了 做皇帝被大臣顶死在那一边 你要知道唐太宗是个百万大军的统帅 他脾气也不会太好的 但是唐太宗真能忍 他硬生生地忍着 他很生气 气得咬牙切齿 忍着拂袖而去 走到后宫去了 到他自己的家里了 给罚着了 排桌子 我一定要杀掉这老龙 这个龙人太可恶了 后面的他的皇后 长孙皇后一听唐太宗要杀人 跑出来问 皇上你要杀谁 魏征 搞得我面子都下不来 皇后一听 赶快正装出来了 跟唐太宗说 皇上恭喜你 你身边有忠诚 唐太宗一听 顿时明白了 整个气消了 国家就需要这种人 所以这就是魏征 有名的建征之城 所以像这样一批人 唐太宗以他们为建 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向古代的贤者学习 向自己身边的大臣部下学习 把人家的优点都学过来 这就是他的 正人先正举 治国先治军 孟子曾经说过 为大人为能格军心之飞 军人莫不仁 军义莫不义 军政莫不正 一正军而国定 只有伟人 历史上的伟人 才能定称出你的不足 你看到你的不足 你成为一个仁慈的君主 天下就会仁慈了 你君主正义了 天下就正义了 你君主正了 天下就正了 君主好了 国家就治理了 所以实际上 儒家讲的这个正军正国 讲的是一种精英的政治 强调的是从皇帝到官吏 都应该成为一个好的人 成为人杰 所以要先学会做人 先做人才做官 在政治这个金字塔上 如果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 都是杰出的人物 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能治理 谢谢 谢谢